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我对那个二十五节 那个hostile hostile 我们来看一下hostile hostile这个字是很凶恶的 hostile 什么东西可以讲hostile呢 有什么事情可以hostile 想想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讲hostile 老师 那个动物就像那些狼牙狮子那些动物 hostile讲得很凶恶有敌对的意思 就跟你对着干的 OK 在美国这个hostile这个字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 这个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 就是我到这个地方来工作 我发觉你们对我都不友善呢 都跟我对着干呢 而且呢 因为我是新来的 你们会怎么样 欺负我是不是 这种敌对的关系 hostile 我可以说是hostile environment 这个环境本身就是一个hostile 这个hostile非常敌对式的 每个人都跟我敌对 因为我刚来你们就看不起我hostile OK 还有什么hostile 还有什么地方hostile 职场里面不是竞争吗 大家那种就是no 就叫hostile OK 大家互相凶恶 互相敌对的立场 OK 还有什么是hostile 只用互相是有敌意的 互相敌对的 还有什么东西是hostile 比如说什么 亲戚之间的关系hostile 有没有 亲戚之间的关系hostile 我们互相是敌对的 我的亲戚里面的表哥表姐 他们都跟我不好 OK 可不可以讲大自然 如果大自然 是hostile hostile country OK 我们这个整个环境里面 大自然的环境 hostile country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讲 大自然跟我们对着干 那么大自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灾难 灾难多多吧 灾难 艰苦 惡劣 比如说那种很冷很冷的地方 我有个朋友在那个什么内蒙古 听说还有零下什么40度 哇 那不晓怎么活 hostile country OK hostile 他那个整个的大自然的条件 冬天 今年冬天特别特别的冷 哎呀 那个简直是太可怕了 好 或者是我住了 头几天我这个还47呢 哇 零下 然后 可能那个地方比如说一下旱灾 一下老灾 一下水灾 一下地震 一下什么 那个就是hostile 整个大自然的环境就是hostile 人之间的对抗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 他们看我不起 我到一个新环境 他们都看我不起跟我对着干 还有呢 大自然的环境可以hostile 大自然的环境让我觉得非常艰苦 苏武牧羊那绝对是hostile 是不是 绝对是hostile 苏武牧羊那还得了呢 是不是 好 还有什么东西hostile 什么东西可以hostile 那个像水土流失啊 这些泥石流啊都可以吧 OKhostile 是这个字很很极端 这个字就是已经快活不下去的 那种 所以如果只是大风吹一吹 那不算什么 要到那种环境就是会死人 会出人命的 那是hostile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任何情况之下 可以让人hostile 可以让人就是没有命的 hostile OK 郑老师我有问题 嗯 请说 我我好像在美国的猫里面看见一个好品牌也是叫哈是什么东西 它是好像小鸟的那种灰灰的那种 好像不是这个 Holl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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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啊 我忘记了很像这个字 看起来特别像 呃 我也不记得那个牌子了 hostile OK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这个意思是敌对凶 等一会儿我来查啊 我查一下 那个关系 先讲hostile 对 两个小两个 先讲一下hostile 我一会儿查给你 好 谢谢 对 那个牌子不是这个字 hostile environment 一定也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是 hostile是指人 大自然非常艰困的环境 非常刻苦的环境 会要人命的环境 比如像我刚刚举内蒙古 零下40度 OK 然后呢 这个这个地方一下旱灾 一下水灾 这个这个我都吃不下去了 比如说这个都没有饭吃了 这个叫hostile hostile the country hostile environment 我到这个工作环境 这个环境里面呢 每个人都跟我的对的干 每个人都看不起我 这是hostile environment OK 所以人为造成的 天然造成的 这都是hostile OK hostile country OK 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了 把我送到什么阿拉斯加 送到北极 送到苏俄去 哇 那我活不下去 我一个热带的人 一下到了那个地方 我对我来讲就是hostile 对不对 对你来讲 也许你可以 你可以生存 你不觉得hostile 可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hostile 我没办法活下去 OK 所以 可以讲大自然 可以讲这种 工作的场所 职场里面 这种勾心斗角啊 什么的这个都可以说是这样子 就是让人喘不过气来 活不下去的 这样这个字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ostile 我们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文里面讲 OK Adding to the trouble caused by Herod OK So resident ruled in Arab 他是怎么样 他是 他是统治亚兰人 对不对 OK 他做亚兰人的王 And was hostile toward Israel Israel 所以他对以色列非常凶恶 他跟以色列是很敌对的 所以 现在要告诉你 后所罗门王的时代的时候 神就要开始要惩罚以色列了 这些所有 OK 他就开始 以色列的这些外患 这些与他为敌的 一个一个就起来了 哈达就是一个 哈达 而且他讨厌以色列人 所以他统治了亚兰人以后呢 hostile 你看到这个hostile这个字 他以色列人非常恶劣 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落到他手上的话 是活不下去的 OK hostile toward Israel 好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比如说我问你 你最近刚换工作 你那个新公司怎么样 Oh come on It was hostile 说啊 怎么这样子呢 用这个字 我解释给你听 我部门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 每天在我们加班 一天做12个小时 我同事对我不好 我谁谁谁对我怎么样 这整个环境就是hostile 就是让我根本带不下去了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